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要做一个命题作文 就是有朋友在后台留言 也在油管评论区留言说 最近美国大选非常的胶着 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聊一聊 如果川普当选 会是怎么样一个图景 那今天就稍微聊一下 话题太大 无法展开 现在最新的进展 是在前两个州 New Hampshire以及阿沃爱荷华州 川普都赢得了初选 第三个州最关键 就是海力 共和党内唯一能和川普竞争的 这个女性竞选者 她当州长的地方 二位底下就决出胜负来了 如果海力能在 South Carolina能够搬回来 她仍然是有希望的 如果连南卡都输掉了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川普会成为最后和拜登对决的人 可能性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形势就很胶着 就看共和党有没有这个度量 有没有这个智慧 能够把海力推上去 把川普拉下来 因为什么 川普上去以后 我认为仍然会是美国的灾难 为什么这么讲 川普这一次竞选 所表现出来的风度 脑筋的这个灵光程度 以及他对政策的阐述能力 比起他当年当选的那一年 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他还是那套东西 还是那套玩意 他还是那个范儿 但是他带来的风险会是极大的 比如说这一次 他把海力称为叫Bird Brain 鸟脑 那无非鸟脑什么 小鸟的脑子是最小的 那就无非就是在讽刺挖苦 女性竞选者智力不够 所以他这种言行 只会愈演愈烈 更不用说 在和海力对立的过程 他甚至和拜登一样 出现了脑筋混乱 无法正常思维和表达的症状 比如说他把1月6号 国会山的事件 竟然把它说成是海力的责任 说你为什么不调动国会的警察 好好保卫国会等等等等 拜托 那是佩罗西的责任 不是海力的责任 海力当时也不在华盛顿 他都说了 所以川普这个样子 那真的是把双刃剑 两面都很锋利 那对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 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 爱恨交织的时刻 这整个世界都在关注 民主往哪里走 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川普上去的话 我认为他带来的伤害 会远远带来高于大于 他可能对民主党的一些极左政策 纠偏带来的好处 所以现在这个就很关键 就很关键 但是不乐观 不乐观 今天我还看了这个花极日报 我最欣赏的这个专门作家 叫Paggy Noonan 我在节目里 引用次数最多的 美国主流媒体的专门作家 就是这位Paggy Noonan Paggy是当年里根的撰稿人 Mr. Gorbachev Please tear down that wall 就是当年哥尔巴乔夫呼吁 说反了 里根呼吁哥尔巴乔夫 把波林墙给推翻 把这个苏联解体 那个著名的演讲 就是Paggy Noonan写的 Paggy Noonan的这个专栏 我这每次读 心里都充满了幸福感 因为太精彩了 更关键的是 他的语言很精练 没有长句子 都是很短的句子 他甚至可以让我们这种 英文非母语的人 进行模仿 当然今天不是为了 吹捧Paggy Noonan 主要是因为 他写了一篇文章 给这个 哈雷支招 就是说 有几点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南卡是决战 第一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要表现得很坚定 但是呢 你不要生死历劫 你不要情绪化 因为你生死历劫的时候 这个哈雷的声音 听着像克林顿 听着像希拉里克林顿 你要是让别人 老是把你和希拉里克林顿 联系起来 那你这个选举也悬了 赢不了 因为 讨厌希拉里的人 再增多 不是在减少 而且希拉里当年 败选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 美国那些摇摆州 美国那些 没有college 没有这个 大学学位的 那些普通的老苦大众 希拉里克林顿 用了个词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叫Basket of Deplorables 就是一帮贱民 一帮贱民 我看到这个消息 是我在读这个 麦克 Pence的书 So Help Me God 那个字传里面的 麦克 Pence 之所以决定决心和 川普搭档 竞选 美国的副总统 就是因为 他看到了克林顿 希拉里 把美国这些倒霉的人群 被全球化抛弃了的人群 成为贱民 他说 如果这些人是贱民 我愿意成为贱民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那真的就是 哎呀 怎么说呢 非常的可惜 但也罪有应得 你怎么能把那些人 形容为贱民呢 你这不就是激起了 中间摇摆的那些老百姓 没有吃到全球化红利的老百姓 对你的反感吗 所以 无论如何不能选克林顿 是当年大部分选民的心态 所以现在海力 你要如果把自己跟克林顿捆绑 那玩结巴蛋了 玩结巴蛋了 这个观点 不光是拍给东内 是这么认为的 他的对手 就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也写了一篇 也非常精彩 里边也提到 不是他里面提到 是观众的留言里面提到 哎呀 你应该和 希拉里克林顿切割啊 或者至少别提这个茬 不聊这个天 但问题的关键是 他留下了硬伤 就是海力在 参加这个 从事政治的时候 他曾经对媒体讲过故事 他为什么要要从政 是希拉里克林顿 是他的偶像 因为他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位女性总统了 怎么怎么样 但现在你看 当然那个海力也知道和希拉里做这种强行连接的坏处 所以他现在否认 当年他从政是因为受希拉里的鼓励 那否认也没用啊 那个历史的这个遗迹 这个痕迹都在那里 但这个问题呢 很重要 不是关键 因为希拉里毕竟是过期的人物 早就没了 这号战争人物没有能量了 那 海力要和希拉里切割 或者是不让别人做关联 这是当务之急 再一个 就是 你要向观众选民说明一个道理 川普想达到的共和党的目标 你海力一样能达到 但是不会像川普这么二 风险这么大 给美国带来的伤害 可能会这么深 你就只需要讲川普 用他自己的话来反对他自己就够了 就是他做出那些二的事情 尤其把女性成为 鸟脑 这不是悍然侮辱女性吗 那在选举里面打性别牌 不是一个首选 但是 对于 海力目前的这样一个选项 性别牌 他别有选择 他必须打 因为你要把 在这个共和党里面的女性选民 拉到你这边来 那也是一个不可小瞧的力量 所以 他 海力现在应该打女性牌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一个观点了 你看 我今天先交代这个背景 那就交代了这么半天 讲美国问题 一定要让 要让观众听明白 要自己能讲利索 一定要把背景交代的通通透透 那现在我们看看 不管是川普 还是海力 上台以后 对中国的情况 都会更加的强势 更加的决绝 我们上期节目也讲了 川普可能会推动取消中国的最后国待遇 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会敲骨吸髓 抽掉了中国经济的肋骨 就麻烦了 你的所有的这个优惠待遇 所有的税收这些优惠通通没有了 那中国的外贸在现在已经 苟延残喘的基础上 会雪上加霜 外贸基本上会打回原形 这是很可能的 那另外在军事上 在军事上 培敏欣先生 接受这个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 他提到一种可能 他说 特朗普肯定还会有鹰派 很可能会引发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 不管川普本人愿意不愿意 这和中国一样 习近平本人愿意不愿意 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他周围的智囊 周围的主要 这个政策建议者 他们的态度 他们执行政策的流程 会对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 川普本人不精通台湾问题的细微差别 但是他可能会采取一些象征性的措施 比如说 允许美军在台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或者允许台湾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 这些做法可能会被中国视为 美国对台湾独立的支持 并以军事行动作为回应 到时候川普也会硬碰硬 以武力回击 那中美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军事冲突是大大的增加 当然对台湾 川普的态度很模糊也很暧昧 比如说 川普在 这个 当总统期间 是支持过台湾 但是 他也说过 台湾抢走了我们所有人的芯片业务 在媒体问 中国一旦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到底会不会动手 川普采取了个模糊态度 川普甚至认为台湾白吃白喝 拿了美国的好多好处 尤其是在国防方面 台湾完全依靠美国 川普对此特别的不爽 所以一旦台海战事产生了突变 川普可能会犹豫质疑 美国是否为台湾的房屋买单 这不单是为台湾了 对整个的欧洲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川普也是这个态度 就是我可以掏钱 但你不能吃大户 你得掏你应该得的部分 所以台湾的位置 比较的微妙 那北京现在到底支持谁呢 北京啊 其实对川普也是爱恨交加 川普动手非常狠 他们是知道的 贸易战就是从川普开始打的 对吧 而且川普很多时候 他这个愣劲上来了 他喜欢出一些牌 别人接都接不住 那那个海力将军 不是海力 那个美国的参与部长 联系会议主席米利将军 那和佩洛西 联手阻止了 这个川普可能动用核武器的 这样一个意愿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真急了 川普是真敢干 所以这是中共特别忌讳的一点 那更关键的是 现在赖清德 顺利的赖清德当选了台湾总统 所以这两者加在一起 让北京的噩梦真正的开始了 因为好像也没有退路了 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发生了 那对川普这边来讲 不管是川普还是海力上台 海力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 但目前看来川普的可能性 当选的可能性更大 那川普会怎么做 很显然 川普跟习的个人关系不错 但是川普在台湾的这种问题上 他更加会听他的顾问的看法 那在这种 那如果回到这个事情上 谁会成为川普的顾问 就会某种程度上决定 台海的关系 决定中美的局势会怎么样 这里面最可怕的一种前景 就是蓬佩奥以及他的中国顾问 余茂春重返白宫 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绝对就是从美国川普上台以后 重新搭班子的角度来看 他俩回白宫也不是没可能 特别是余茂春 不管谁成为新一届的国务卿 重用余茂春可能是所有的选项里面 最好的一个 因为余茂春对中国的情况 他特别了解 特别了解对吧 这都不用说了 当然他这里面也有战略的部分 也有战术的部分 所谓战术的部分 就是他跟美国的主流 美国的政界都在讲 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 这样的话 在这个叙述的方式上 能占一点先机 但实际上 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不开 中国人民就是还没有 没有拥有权利的共产党 这个共产党 就是把人民当成炮灰 把人民当成 这个砝码去打的一个政党而已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党跟中国人怎么能分开呢 他不可能分开 中国人党九千万党员 中国人他十几亿 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而且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党的文化 党的机制 党的领导方式 渗入到了老百姓的每个人的心理 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中 所以他分不开 所以老百姓支持共产党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就是他的先锋队 我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余茂春先生打出这个牌 要把两者分开 是不得不 因为你要是直接反对中国人民 对中国人民开刀 是在政治上不正确 也容易送给中国人 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这张底牌 这张砝码来反对你 所以战术上 他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 但是在对台湾的关系上 我们看看余茂春最近发的一系列的推特 就可以看出来 余茂春是坚定的反共道路 是走不回头了 你看他在1月13号 台湾大选结束以后 他贴出来的照片 永远在路上自驾游 前面司机是习近平 副驾驶还是习近平 坐在后面的还是习近平 这很显然 是把民进党的宣传造势片子 改头换面 恶搞了一下 但是余茂春对这个问题 看的是很清楚 很透彻 很深邃的 那就是这张图就体现了中国的 全国成民主 那就是没有民主 习近平在位一天 他就要干到底 习近平能干了多少岁呢 我的预感是85岁 因为他不可能下来 他下来以后 那啥没有葬身之地 很显然 所以他会干到自己 飞着考虑 实在干不动的那一天 中国人民也只能陪着他玩 没办法被他绑架了 那美国是不会永远这么陪着他玩的 所以在余茂春 如果再重回白宫 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幕后操盘手 只会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凶狠 你看中共怎么对他的呢 余茂春家是 好像是重庆的吧 那余茂春的家乡 他的母校把他的名字都除了 余茂春家乡的人 他的老乡们 甚至给他刻了个铜像 模仿 模仿这个秦桧 跪像 把他跪在了中华民族面前 说他是当代秦桧 汉奸第一人 要把他从族谱里面出名 而且说他六亲不认 诸咒为虐 背叛家国 赎典忘祖 他是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操盗手 你看 所以他这些人 所以可以说把余茂春的祖坟都给扒了 而且中共对此 不予置评 说实话 中共这手有点low了 余茂春好歹也是美国政坛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而且他还有可能回炉再上台 如果他陪着蓬佩奥或者是陪着将来新的国务卿和中方的刘建超会面的时候 你把人家的祖坟都给扒了 而且你鼓励纵容这种行为 合适吗 不合适 不合适 所以中方在这个事情上有点因小失大 特别的不合适 那余茂春凭着他在蓬佩奥期间所积累的这些经验 尤其是对中共这些年的分析 以及他在哈特逊智库所获得的这些资源 他如果当了操盘手 中国的日子肯定比蓬佩奥时期还要难过 所以他这个日子好不了 所以中国对拜登和川普之间 那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川普对中国造成的威胁 主要是经贸 贸易战 还有就是军事上不可测的风险 骤然加剧 对拜登 实际上拜登 中国有个词叫阴黑 别跟他笑呵呵的整天握手 说话颠三倒四 有时候有点老年痴呆症的感觉 但是拜登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比川普要大 因为科技禁运是命脉 芯片没有了 无数的经济实体上了制裁名单 这对中国来讲是致命一击 比川普造成的威胁还要大 所以拜登也不是中共最好的选项 所以这里面不是非词即比的一个简单关系 很复杂 很复杂 那么现在美国我觉得最好的选项还是海力 就是从分析的角度讲还是海力 因为女性我觉得确实也到了当总统的这个时候 而且海力的历史负担 她的调点也没有希拉里克林顿这么讨人厌 所以她是最好的机会 现在就看共和党里边的这些人 被川普排挤的 被川普打压的 被川普威胁的这些人 能不能团结在海力周围 特朗普说了 如果你们再支持海力 我就把你们踢出MAGA阵营 就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事 和你们没关系了 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威胁 希望共和党内部能够团结起来 把海力推上去 当然任何事情有利有弊 海力如果上台以后 很可能一事无成 因为什么 大家记得奥巴马吗 干啥他都没干成 为什么 你是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总统 但就因为这个标签 你做的事情 就比很多人多一层难度 多一层复杂性 最后就导致事情 要么不了了之 要么被党派利益给搞黄了 那海力上去 又多了一层复杂性 就是女性 那共和党民主党里面那些老白男 他会让你一个女性 顺顺利利的当总统 说白了 他们瞧不起 那个Harris 瞧不起现在这个副总统 不就因为他是女性吗 再加上他是民主党 所以这个海力上台的难度 以后的难度 可以说超出任何一届总统 都是可能的 当然这个事情就不能 再往下分析了 往左说也行 往右说也行 基本上整体的局面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要应 这个观众的这个命题作文 希望大家满意 更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谈谈您的看法 其实啊 我可以毫不自吹的说 我对英文世界的了解程度和阅读量 我觉得全世界应该前五名 我是没问题的 我一天到晚就是研究这些东西 为了给这个 大家带上 带来这个第一时间的比较精准的解读 但是呢 讲非中国的话题吧 这个观看量就有限 你题目里不管啥 你放上习近平 放上秦刚 放上这个 这个费小田 就蹭蹭蹭 五万十万上去了 你聊海外这些事情吧 不太讨巧 但是啊 你看我这个节目 做了不讨巧的事情多了 那个俄乌战争 对吧 俄乌战争 那么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这里面所起的作用 普京个人的宗教背景 和他的宗教情怀 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我一连做了12期好像 那真的是绞尽脑汁 看遍了无数的资料 而且我认为这个东西 是有含金量的 但很遗憾 这个收看量就不是特别大 所以后面 我也挺请观众朋友 给我一些建议 如果讲非中国的话题 你想听哪些 当然了 重点肯定是要和中国 有关的海外话题 另外也希望你点题 因为啊 我们对海外 对意志不同指的文化的了解 对我们个人精神层面 知识层面 这个成长啊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那些 已经来到了欧美 或者是想移民到欧美来 你先提前了解一下 这些东西啊 我用中文讲出来 我认为是有影响的 Anyway 这个事就交给大家 欢迎您在下方留言谈谈 您觉得我多聊一些 中国以外的话题 有没有价值 哪些话题有价值 欢迎你留言 那么我们啊 一贯是择其善子而从之 精彩的部分 我们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下期节目 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